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响云林线今天上午也下起了好大雨 雨量快速累积 西罗 陡南和陡六等部分低洼的地区因为排水不及也一度积水 陡六市西平路与云林路交叉路口 上午积水一度超过10公分 附近的店家无法营业 当地里长表示 自从下水道工程完工之后 最近几次大雨这个路段都会淹水 高铁今天又延误了 上午大约是11点的时候因为台电跳电 造成了131和134两班列车没有动力 经过重新设定才恢复了行驶 这两次列车都延误超过30分钟 达到高铁延迟30分就可以退票的规定 高铁表示会提供退还半价 或者是提供不限区间的半价乘车券 目前统计总共有6个班次受影响 大约2000多名旅客受到延误 前桃园县副县长叶士文涉嫌收贿 桃园县长吴志阳表示 巴德合宜住宅解约之后将会重新招标 未来合宜住宅将会改办社会住宅 吴志阳也提到除了巴德合宜住宅之外 原先预计在机场捷运A10 A20 A21 中路区等地区所推出的合宜住宅 打算都改办为社会住宅 告诉您一起不幸的消息 美国华盛顿州知名的景点 雷尼尔山传出重大的山难 两名巷岛与四名登山客与外界失联 恐怕已经全数罹难 英特尔今天发表声明 其中的一名可能罹难者身份是 英特尔东南亚管理总监马蒂 继续要告诉您是 虽然近来四处好大雨 但是温度也越来越高 登革热已经进入流行期了 机管署今天表示 上周登革热新增三例本土病例 以及两例 四例境外移入的病例 新增的本土病例都是女性 分别住在高雄前镇 陵园及骑津区 这是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感谢您收看这节新闻IG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掌握